好,這個就是 Simple Course on ODTV and Heat Pump 裡面的第十二版 這版講什麼就是講冷氣機裡面的 Cooling Capacity 那你記得那條色呢? 其實好像你以前學的那條色叫E-MCWT 有沒有印象? 對,那要學一下Heat裡面學的 Conduction E-MCWT 好,我想問一下,這條色跟之前有什麼分別? 有兩個位置不同了,請說 第一個位置是... 它不是E E變成Q 對,以前是沒有Q用的 現在多一個Q的 那這個Q是什麼? 原來E是說Energy Q是說Heat Heat,寫下來 好,第二個不同的是 有沒有留意上面多了2點 Q上面多了1點 M上面又多了1點 1點是什麼意思? 對,它展示了2點 對,它展示了2點 2點是什麼意思呢? 上面的2點 對,原來就是... Rate D2DT Q點是什麼?DQDT M點是什麼?DMDT 對,即是... 先講Q Dot Q Dot就是 Power 什麼意思啊? 每秒鐘 每秒鐘 DQ出街 MDOT就是什麼? NAS哥 Mars都會有Rate 嗎? 原來這個傳導要寫下來的 M dot 的傳導叫Mars Flow Rate Mars Flow Rate Mars Flow Rate 原來是說你的冷氣機是否要吸風 是否要吹風 它每秒鐘會噴出多少風 對,那個面膜是什麼呢? 說到那些 gas molecule 那個面膜 行不行 噢,不可以 好,接著 就有幾個單位 要告訴你,不怕你嚇壞 下面那裡寫了三個單位 哪三個單位呢?請說 第一個是 最常用的是 最常用的應該是kw 電 對,冷氣機是kw 不過就不是那三個 那三個是一個特別單位 就是其他國家或者香港的舊制會用的單位 SR unit應該是用kw 如果是冷氣機來講 行不行 好,下面第一個學的是什麼? tons tons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都是tons 對,是宿舍 第三個是 BTU 這個BTU 我們叫做British Thermal Unit 這樣聽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不用特地記 這些是其他cooling capacity的單位 都是在說power 行不行 都是在說power 你知道說power就可以了 怎樣換算,怎樣轉單位 這些單位不需要學怎樣轉 你要學轉單位 只有SI unit 是要學的 行不行 有問題 結束 是 字幕包容許多